歡迎收聽《紳士角拼新聞》 我是Cat 5月28日 日本地方議員阮山智章到忠實管前 親自投遞忠谷信 要求立刻釋放至今仍然被非法關押的 中國陝西省保濟市法輪功學員黃乖賢 日本鬥子市議會議員阮山智章 和SMG中國器官移籍考量會事務局長根本敬夫 以及黃乖賢在日本的女兒張一文 一起到忠實管前遞交給中共黨魁的忠谷信和抗議信 敦促中共政府立刻釋放至今仍然被非法關押的黃乖賢 黃乖賢居住在保濟市 2024年4月11日下午 保濟市金台區國安夥同派出所公安警察 對正在朋友家作客的黃乖賢進行非法綁架 同時還綁架了其他在場的三名法輪功學員 目前這些法輪功學員 仍被非法關押在保濟市第二刊搜索 據了解當局套用刑法300條的罪名 試圖扣陷他 2024年5月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發布人權報告指出 中共持續利用刑法第300條迫害法輪功學員 並呼籲中共廢除該條款 公民法庭律師組負責人梁少華 曾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刑法第300條所謂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 這個針對宗教人士的法條 戒定不清容易遭到邏輯罪名的後袋罪 不但違背中國憲法 和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也完全衝突 黃家賢在日本的女兒張一民多方奔走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營救她的母親 阮山智章議員寫信給中共黨魁 要求立刻釋放黃瓜賢女士 還有不少民眾通過打電話給相關責任人 和寄信的方式要求中共放人 阮山智章議員在信中強調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嚴重違反了 中國憲法規定的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權 迫害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鑑於此 驗證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採取以下行動 停止對法輪功修煉者、基督徒 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進行的壓迫、監禁和虐待 並保障他們的人權 立刻釋放所有被關押在所謂再教育機構的 大型強制性收容所中的法輪功學員 並立刻停止活摘器官行為 督促各級官員停止迫害法輪功修煉者 並無條件立刻釋放黃瓜賢女士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已是無用置疑的事實 阮山智章表示 根據加拿大人權律師戴衛·麥塔斯等人的調查顯示 中共對被囚禁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活摘器官 每年發生的非法撞氣移植案件達到6萬至10萬宗 阮山智章在信中提到 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國法庭中 曾主導國際刑事法庭 對前藍斯拉夫總統米洛·謝維奇 進行起訴的英國御用大律師尼斯著氏指出 中國持續發生無辜囚犯因撞氣移植而被殺害的事件 法輪功學員是主要受害群體 並認定中國對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實施反人類罪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和專家也對法輪功學員 梁森凡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遭受活摘器官 表示深切擔憂並發表聲明 阮山智章再次明確敦促中共政府 能夠維護國際法、保護人權 包括自由信奉宗教和信仰的權利 阮山智章最後中共習近平身為聯合國上任理事國 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尊重人權 贏得普遍尊敬的國家呢? 我們應當深入自省 向自己的良知提問 這是我們發出的中共 張日文亦於當日向中市管投帝抗議信 抗議信正是一個多月以來所徵集的民眾呼聲 要求中共立刻釋放黃乖然 立刻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 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輪大法日 也是中共所謂的敏感日 這個日子的前後 中共會對法輪功學員嚴密監控或實施非法抓捕 據明慧網報導 保濟市在4月份共非法抓捕了9名法輪功學員 張日文在抗議信中提到 法輪功在中國一直是合法的 中國憲法並沒有規定修煉法輪功犯法 法無明問不定罪是基本的法制原則 無論是哪個下達的內部通知 都不能作為法律依據使用 因此中共的公檢法機關 運用刑法第300條 定法輪功學員的罪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張日文還寫 中共向來有卸磨殺腦的做法 但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此醒覺 希望中共公檢法人員 不要到最後做替罪羊 張日文說述 媽媽生我的時候幻想了月治病 經常膝蓋疼 此後我在4、5歲的時候 又得到心肌炎 住院之後病情都沒有改善 找遍中細醫 找不出病因 然而自從媽媽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後 平時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身體逐漸健康 所有疾病不治而遇 王乖宴修煉前 是一個根根計較的人 工資少一毫子都要人還回來 修煉後心態平和了 不再看重個人利益 一次有人開電單車撞到他 不但不關心他 還要騙他錢 他就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了對方 媽媽說或者對方真的有困難呢? 從1999年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 王乖宴曾八次被非法綁架 關押到洗腦班 老教所和監獄 蘇茲流離失所 他的爸爸因修煉法輪功 也曾被非法勞教 在張一文的印象中 母親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捉 一聽到警笛響自己就會開始緊張 擔心媽媽又要離開他 家中經常遭到警察和社區人員突然闖入和抄家 甚至學校放假回老家探親的時候 中共專員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610辦公室 或者公安局的警察 也會跟蹤來綁架張一文的父母 2014年張一文出國時 王乖宴還被非法關押在監獄中 張一文呼籲國際上正義團體和善良人士 共同制止中共的罪惡參與對他母親和受中共迫害群體的研究 張一文說 每個人的支持每封信都會起震懾邪惡制止迫害的作用 作惡者非常懼怕他們的行為會被曝光在國際社會上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王嘉儀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先生長長 陳山 教會 接用 通知 詞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